台湾位于亚太地区地理核心 数以千万的航运轨迹在此交汇 迎接人工智慧、物联网、大数据等创新科技蓬勃发展 台湾港口加速数位转型步伐 推动智慧港口数位转型计划 展开各项行动方案 以提升港口作业安全、营运效率、服务品质 与永续发展为目标 为新时代航海版图注入智慧营运新思维 在海测、透过串联雷达、AIS、感测器 以智慧科技及时管理船舶进出港动态 建置船舶操航智慧辅助系统 主动侦测及预警船舶偏航 超速、走锚、入侵、矿撞等异常航行状况 提升船舶航行安全 布建港口海气象观测设备 建置海气象及应变即时系统 以物联网串联锋、波浪、海流、潮位等资讯 进行分析判断、强化港口应变能力 因应港湾工程中大量水下作业需求 导入水下海事机器人 透过试验计划进行码头设施检测 探寻最佳应用操作模式 在路测 建立港区智慧车流系统 以CCTV搜集港区影像进行自动化辨识 全面掌握港区交通流量与车流状态 导入AI分析预估管制站 柜厂车辆停等时间 建立便捷交通服务 码头作业迈向无纸化发展 柜厂作业管理系统 完整记录货物运输作业流程 以资讯化管理串流航商、柜厂、运输公司作业资讯 提升运输效率 同时建立港区危险品动态管理系统 及时掌握危险品货柜运输动态 确保港口作业安全 为掌握港口营运及时动态 部件港区CCTV影像设备 透过影像AI辨识技术分析现场状态 对于车辆围停、人车落海、危险屏 及管制区入侵等异常情形及时告警 提升港口安全与管理效率 未来 台湾港口依据营运需求 持续扩大物联网设备部件 无人载具创新应用 以及结合新一代通讯技术发展 向数位转型目标全速迈进 部署物联网感测设备 搜集港口营运环境动态数据 以视觉化管理 结合完整影像辨识 与异常事件自动告警机制 建立港口数位分身 打造台湾港群智慧营运战情中心 掌握全方位港口营运动态 部件整体安全防护网 港区异常情形发生 派遣无人机代替人员赶往现场 及时回传现场影像 作为指挥决策依据 透过无人机以上地视角 与码头、防波堤 进行设施巡检、环境监测 以及进行船舶物资补给等任务 海面下的码头岸壁检测作业 透过海湿机器人搭载检测设备 进行码头结构探测、检查、维护等工作 在海面上 应用水上无人载具 协助港区水面垃圾清理 收集港口水值、水深等环境数据 资通讯技术演进 柜厂作业朝向自动化转型发展 以远端遥控起重机 与自动驾驶导引车相互搭配 打造全自动化柜厂 提升人员作业安全与工作效率 港口码头道路与铺面巡检 导入无人巡检车 结合AI影像辨识与定位 及时通报巡检结果 未来港口结合海、陆、空、 无人载具创新应用服务 正式迈入智慧巡检新时代 智慧旅运方面 透过自驾车提供旅客接驳 环港深度旅游等服务 在旅运大楼内导入各项智慧旅运科技应用 以自动查验通关系统 提供旅客便捷通关服务 设置视觉化智慧显示面板 发布旅客通关、船班、交通等及时资讯 互建CCTV 结合AI影像辨识 掌握及时人流数量 优化旅运场站管理效能 透过互动式机器人加入 提供旅客咨询、行李搬运等 进阶式多元服务 台湾港群续集创新发展动力 持续推动部件港区智慧基础设备 加值营运数据汇流分析 应用新兴科技场域试验三大发展策略 以科技领航 迈向数位转型新纪元